小朋友們正在輪流握著消防苗子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LinTV 今天我們來到了消防局 FIRE STATION 你的志願是不是想帶一名勇敢玩牆 以救人為優先的消防員呢 讓我們戴上帽子和解說元姐姐 一起去看看消防員的日常 和他們每天都會接觸大的工具吧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消防車裡的出水口 駐水口的設備 水袋分為三種尺寸 38毫米 64毫米 和125毫米 小朋友們 有機會將消防工具拿在手裡 試試到底有多重喔 解說元姐姐 正在講解 單架的作用 先將傷原放置平躺 固定扣子後 再進行搬運 如果發生火災時 請跟著青色的箭頭走 它會帶領你到較安全的地方 如果是紅色箭頭的方向 則較危險 小朋友們正在輪流握著消防苗子 當有水時 消防苗子不能對準其他人 這是因為 水的力量非常的大 有可能會造成傷害 這類型的大鉗子 是開門用的 非常的重喔 接下來 消防員哥哥 在向我們展示 穿上消防服的前置準備 這個準備動作 是為了消防員們 在聽到緊急鈴聲響起後 能在1分15秒內 穿好所有的裝備 上車前往住宅 現在 就讓我們看看 這兩位消防員哥哥 能不能在1分15秒內 穿好所有的裝備吧 讓我們一起為哥哥們加油 地bey 地bey 地 horses 地尼 地痛 地 地 祝一 耶 成功 耶耶耶耶耶 大型 讓我們一起拍張照吧 哇 這是什麼呀 消防排煙車的功能 是為了讓火在現場 快速排煙 以及快速送風 以便使消防員 能進入著火的建築物內 進行滅火和營救的工作 巨大的風要來囉 保護好你的帽子 耶耶耶 小朋友們最喜歡的環節 應該非排煙車莫屬了吧 新加坡各地區的消防局 於每星期六早上9點至11點 免費開放給民眾參觀 全島友7間消防局 不開放參觀 想請請遊覽 SCDF的網站查詢 成人需攜帶身份證 以公入場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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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和分享 請 Vehicle 為自己能夠 來按讚和提供